反而9988我其實有少許對它改觀 以往我經常說沽爆它 不行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走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阿里巴巴跟其他的科網股好像掉了歐 是 就是騰訊走的時候 阿里巴巴就會跌 反過來 如果其他的騰訊大爆炸的話 阿里巴巴又OK 站得穩的 就是形態上都是感覺上好像跌不下 因為之前阿里巴巴是狂窄下去的 看到近來有很多壞消息關於科技股 然後好像打他不死一樣 好像抽得上來了 我覺得阿里巴巴今年會不會做得好一些呢 還有昨天馬雲又出來了 拍到他不知道跟學校的老師做視像 還是有去到 有入期的 有入期 當然你說馬雲的影響力是不是這麼大呢 我想都失敗了 但至少那個心理作用又會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金鑽短炒 我反而叫你可以駁一下阿里巴巴 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有沒有價位 你覺得現在進入還是等回一回 我想兩個選擇 如果你真的心急的 你現在進入 你駁他130那些踢得穿 你可以看到140、150 下面指示位很容易看 120那些位置 如果你說我是不敢高追的 你就下120才賣 兩個部署吧 好啊 謝謝 你那麼穿得很穿得 蠻的 你 你 我看來 在